拉起来 日本老兵是如何回忆当年那段历史的 他们对可怜的慰安妇又做了哪些禽兽不如的事情呢 据他回忆这些女子在被带走之前 大多都是周边地区的良家妇女 他们不了解日本人卑鄙无耻的手段 在刚刚被日本士兵带走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对生的渴望 然而一直等到半年以后 这些姑娘才会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可悲 而日本士兵的所作所为又卑劣无耻到了何种地步 首先在来到慰安所以后这些女人就不能算作真正的人了 日本军部的长官对他们的看管和要求都格外严密 比如他们在服务不同日本士兵的时候 双手必须要摊平在手上 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于日本军人的绝对服从 除此之外 这些人还必须要乖巧听话 不能够有任何违背的行为 他们大多都来自于周边的村庄和地区 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人也只能乖乖照做 而日本军部的种种要求 却并不是他们这些小女孩能够轻易承受的 现在我们下架团队吃了 我们下架团队的村庄和地区